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OK或者是不好的 但是因为天气原因 然后就是我们这边一个星期都在下雨 所以就没有一个晴朗的一个天气 能够让我就是拍出来日光下的那么一个颜色的那么一个效果 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把试色变成一个评测视频 我不知道这支视频拍出来效果到底怎么样 因为现在是在一个就是灯光的效果下拍的 如果不好的话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然后对 但是我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在一些视频当中 比如说化妆视频啊 或者是爱用小物视频等等当中 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效果 然后还有我剪短头发了 对剪了一个短发 还蛮喜欢的 就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我已经有大概十三年 十四年差不多 就是都没有这么短过了 然后还蛮感觉还蛮新鲜的 然后不知道好不好看 OK 好了我们开始正题 我拿到哪个先说哪个吧 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牌子 VDL他们家的这款叫Tint Bar的这个三色唇膏 三色唇膏 然后它是这种偏橘色的 嗯 它的滋润度很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得到吗 就是它的滋润度很好 然后 嗯 价格也比较便宜 但是 嗯 价格也不算特别便宜了 就是算中等价位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开价 它开价式品牌 但是它能够就是 呃 滋润度那么好 我把灯光瞧一下 它的滋润度这么好 而且再有一个就是它是三色的 所以实际上可以画有唇妆 可以画普通的唇妆都可以 呃 使用度很好 所以满分五分的话 我会给它 呃 三点五 对 而且它的持 持妆的时间比较久 它持妆时间在 呃 三 四个小时 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OK 呃 我拿到哪个 我就说哪个 呃 然后是这个 看make家的这个 这款叫做 呃 cream cheek 它就是 是 它是那种腮红膏 但是它也可以用在唇部的这么一个膏状的 然后 它涂出来的效果是雾面的 因为 你的腮红不可能是亮面 所以它涂出来唇部效果也是雾面的 然后 呃 它的待妆时间非常久 呃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14号 呃 然后它是这种雾面的 就是这种淡淡的粉色 呃 价格也OK 比较便宜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什么滋润度 它因为它涂出来是雾面的 所以如果想要滋润度的同学的话 可能不太适合 呃 然后它是满分五分的话 我会给它 嗯 3.5分 对 OK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是YSL的 也是呃 唇侠两用的这么一个唇蜜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8号 我买色号是8号 它是属于那种肉粉色 对 这样子的肉粉色 呃 然后它的 嗯 待妆时间效果一般 然后它的滋润度 它不像水 它比较粘 然后 嗯 怎么讲 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它 就是我用出来效果的话 我不太喜欢 我一般都是把它就是直接作为腮红用 就很少用在唇部了 因为 嗯 最近这些日子我用它之后 我发现 用完之后嘴唇会开始发干 所以我 给分的话 就是 满分五分的话 我给它四分 对 OK 然后下一个是一支唇 又 就是也是YSL家的 唇又 这个颜色跟刚才颜色比起来的话 这个颜色就是更 就是现在大家更喜欢这个颜色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色号是15号 15号 然后它是这个颜色比较粉色的 比较好看 这个是我YSL家第一支收的唇米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对 嗯 满分五分的话我给它四点五分 OK OK 然后我们接着说 呃 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应该叫 KLIO吗 我不知道这么读 对不对 它是一个韩国品牌 然后我当时买这个是因为我看到就是 呃 那个韩国女生叫什么 Pony 她推荐 她们家产品比较多嘛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买来试一试 但是说句话 真的很失望 我买的色号是10号 10号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失望 是它真的很难用 我个人就是用了三次之后就再也不用了 然后它的颜色是属于那种偏橘色 是这种偏橘色 但它非常的干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效果 就是它能够把唇纹的颜色的话 如果你是涂在嘴唇上 它能把唇纹给你弄得非常明显 然后我就非常不爱用 呃 我给过它很多次机会 因为我买了两只 然后不同的颜色 然后我给它们试了两个加在一起 再也五六次 但都是非常难用的 我就是到后来我就不用了 呃 而且它非常难推开 就是在你涂的过程中 就是会感觉会涩涩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是特别不爱用 对 然后我就不给它推荐 然后 嗯 满分五分的话 我大概也就只给它一分 或一点五这样子 对 不爱用 OK 然后接下来这一支是 呃 Bit家 是读Bit还是读Bat 就它们家那个 就是说它们家是什么 无 嗯 叫做无添加剂的这个 呃 呃这个的色号是 呃什么 Lilac Lilac 是Lilac吗 这个牌 呃这个色号 然后是偏粉的 它这个颜色 是这样子 呃 说实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它们家是无添加剂的 但说实话 它的香料味非常重 就它比如说像这一支 它的香料味就很像是妈妈 呃什么外婆之前用的那种唇膏的那个味道 就我非常讨厌 然后大家都说它们家是无添加的 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没感觉到 然后我就用过大概几次之后 我就真的用不下去了 因为每次突然就是那个嘴巴那个味道 真的是让我受不了 所以我就后来就再也不用了 然后满分五分的话 我就给它大概三分吧 因为真的我用不下去 OK 然后我把这个眼色擦掉 OK 然后我们继续 嗯 接下来这个是陆花农家 这个 这个已经被我用到 就是字已经掉了 然后它这个色号是025 对025 然后是这种粉色 它是我入的第一支 这种像蜡笔一样的这种唇 唇彩 它的颜色是属于那种 呃比较好看的那种 呃粉色 然后它的滋润度其实还蛮高的 可是 它的缺点就是 带妆时间比较差 因为可能是因为它的滋润度比较好吧 所以它带妆时间并不久 但是嗯 它涂在嘴巴上就是颜色比较好看 而且加有一个就比较方便涂 因为是这种蜡笔形式的 呃 所以满分五分的话我给它 四分 因为而且它是开价式品牌 就是它的价格比较好 所以 对比较实惠 OK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是也是鹿花农家的 但它是唇 唇釉 然后它这个的颜色是020号 之前我在视频当中应该有介绍过 020号 呃它是这种 像是那种粉红色 呃 桃 桃粉色嘛 就是偏 偏红的这种粉色 跟刚才的那只蜡笔的颜色比较接近 但是比那个颜色再略微深一点 偏红色一点点 对 然后这个 它的这个唇釉 呃 它的优点就是它比较滋润 然后再有一个它的颜色比较好看 我买的是020号 然后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 就是比较接近于它外面的这个外包装的颜色 嗯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 它戴妆时间比较 差 就是呃 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就是开始往下掉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比较粘 然后很像是那种之前的那买的那种蠢蜜的感觉 呃 就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比较粘的这种 唇布呃 彩妆 所以它的话我会给分 呃 也是四分 因为 开价式产品当中还是OK的 对 OK 然后呃 接下来是这一个 Kanmake家的变色唇蜜 然后颜色是02号 OK 它是属于这种偏粉红色的这种 然后这个是带烛光的 它这个是根据你体温 也是根据你体温 然后来变色这样子 它现在还不太明显 现在还不太明显 只是淡淡的粉色 呃 再等一下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 呃 接下来说下一个就是这个 呃 倩碧币家的 也是蜡笔 然后它的这个色号是13号 呃 Mighty Mimosa 13号 OK 然后它这个是偏 偏 偏肉粉色 但是是那种浅浅的 而且它是带 略微带一点珠光的 对 略微带一点珠光的 哎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就是这个 略微带一点点珠光的这个 呃 它的滋润度很好 但是呃 它的缺点就是显色度比较差 就是我当时买了另外一个深色的那个 那个虽然也是颜色比较 就比它要明显很多 可是它涂在嘴巴上有一点点像是一层油涂在了嘴巴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嗯 好像画不出来 就是那种真的很像蜡笔涂在纸上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拿它跟刚才这个鹿花浓的比起来的话 我更推荐鹿花浓的这个 而且它的价格呃 比这个要便宜一些 然后但是它的滋润度也是很够的 呃 而且戴妆时间要长一些 所以我更推荐鹿花浓的这个 OK OK 呃 接着来说刚才那个没 电池没电了 呃 接着来说这个是Benny Faye家的这个 这个我当时买它纯属是因为觉得怎么讲 比较可爱造型 对 然后它这个是偏橘色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种偏橘色的 呃 呃 然后它的这个滋润度有 可是 它 怎么讲 戴妆时间效果非常的差 然后大概也就只能用两三个小时 然后它就 就是已经掉了 这样子 呃 再有一个它的那个味道 有一股 就是那种香料味 然后我就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很讨厌虫膏有香料味 因为我觉得腿在嘴巴上的东西 只要有香料味的话我就不爱用了 然后它对 我就是后来就不怎么用了 我就大概也就用了几次吧 然后就不用了 呃 满分五分的话我给它分也就是三分这样子 因为我对它的印象并不是这么的好 对 所以 OK 呃 它的滋润度我觉得是够的 可是 嗯 它不会像YSL那个唇油那么的油 它是略微偏一点点像 呃 唇蜜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不会像唇蜜那么的黏 所以 呃 我的建议是如果用它的话 你最好之前先用一个唇膏的打底 然后再用它那样的话会出来的 嗯 怎么讲 比较 效果比较好 呃 然后这款的话我觉得 嗯 怎么讲 呃 如果我给它评分的话 满分五分的话 我给它评 大概 呃 四分 差不多 对 因为 呃 价格上也是OK的 对 OK 呃 下一个是这个小蜜蜂他们家的这个 呃 BIS家的 然后他们家的这一款 呃 呃 号码我选的是511号 511号 然后它的这一个呃 比较像是呃 唇 就是护唇膏 带颜色的护唇膏 然后呃 呃 这个颜色是比较偏酒红色一点 对 然后它的滋润度是蛮好的 呃 然后它有 略微有一点点果香的味道 所以比较好闻 呃 但是如果跟其他护唇膏 呃 跟其他唇膏比起来的话 它的滋润度非常好 但是它的呃 妆感的持久度比较差一点 因为它很像护唇膏 所以可能那样会造成它的 可能会造成它就是呃呃 滋润度达到了 但是它可能就是呃 持妆效果就不会那么的好 然后所以它的话 我给分的话呃 四分 对 差不多